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 結婚還是結仇 那麼我們在辦醫師 總是親友來參加 或是要祝福和分享這個喜悅 不過常常在應客的過程裡面 因為紅包有的 沒有的 反而是從此決裂 那有一位三十幾歲的新娘 他不滿他的姑姑 已經八十歲的姑姑 包一萬八 可是這姑姑 他們都帶八個人來吃喜宴 然後吃刷 帶他都帶 然後另外還有一位新娘 他批評他的好朋友 兩個大人 還帶兩個小孩來吃喜酒 但是只包兩千而已 最後他還要求對方要補費款 所以大家就很不高興 所以到底是結婚還是結仇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 那剛剛我們講到這個阿姑或帶八個人包萬八這個事情 我們先請志偉跟大家介紹 好 這個就是 你說這個大姑姑其實是住在臺北 年紀已經八十歲了 那大姑姑八十歲 我在想他也不太可能自己來 那大部分的親友就會說 你就整個都帶來沒關係 所以他就一家八口人 從臺北下來嘉義吃這個喜酒 那槓上他的是誰呢 就是他的子女 就是新娘 那新娘就很不高興 也非常的不客氣 他是在臉書發文 但是tag了他的大姑姑 也就是說 只要有他們兩個臉書的人都看得到 那他在裡面就寫了 洋洋傻傻 列出了好多罪狀 你一家八口來 包一萬八也就算了 因為一家八口除以一萬八 不低耶 對啊 其實你以裝情部如果 平均一個兩千 二十五 你這樣算 其實如果你一桌是 加他算比較適合 那所以就是一家一家包一萬八 我覺得這個還OK 對 那然後也說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人結婚 都會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那個拍拍印很流行 就是你有點像是我們在一般的外面 會看到的那種 你去拍照 裡面有合成的什麼卡通人物也好 新人結婚就會有新人的照片 你也許去拍就有新人在裡面 跟你一起的那一種 他說那個拍拍印呢 規定一個人就只能拍五張 可是你們就拍很多 一直拍 一直拍 對 拍了四五十張 那我想說來八個人 一個人拍五張 那不就是四十張嗎 對啊 所以他就是 就是這樣子去批評他 就給你們用就好啦 別人都不用用啦 然後我們有發這個 所謂的禮物跟贈品嘛 那其實小朋友 他就是你的 我明明跟你講說 這個資料夾是給公主的 沒關係 我們男生也可以用 你也是要拿 就連我準備的 不是要送人家的水槍 你也給他拿走這樣子 就覺得說你這個大姑姑來 就是不但沒有幫我增設 反而是讓我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就直接把這個 就是所有不爽的情緒 都在這篇PO文裡面寫 當然我是有要送小朋友 繪畫圖本的東西 但你知道有些小孩 就是會多拿嘛 對 那等於就是這些 你一個都沒有放過 該多拿的都沒多拿 吃好拿滿 拿好這樣子 那更誇張是說 你們下來住飯店 不是應該你自己出錢嗎 這飯店錢我還沒跟你算 就是說飯店要錢九千五這樣子 然後呢 九千五是三間百 三間一百人 就是這個還 不是來喝洗酒 就應該自己出錢嘛 我還幫你付了飯店費 那你做人有必要這樣子嗎 這個新娘就很不爽 那也tag他的大姑姑 那大姑姑當然也看到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還滿 現在的老人家很多都與時俱進 八十歲還有在用臉書 就在上面留言 那留言有幾點 他意思是說 他也沒有要跟他吵架的意思 但有幾個重點就是說 好啦 那我不知道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你因為這樣 讓你不開心 我可以匯錢給你 你覺得錢不夠 我就匯給你 可不可以請你把這個留言測掉 尊重我一下 他說你自己不先尊重我 我要尊重你 你來我的婚禮這樣子 根本就是打 那我的婚禮了 不爽測掉 然後呢 這個大姑姑其實 因為那個 我有到原始的文章去看 他其實也有提到說 那個飯店的錢 也不是我 我要叫你出 是你爸爸說 我給你出飯店錢 你就整個帶來人練 可能是爸爸的 爸爸的姊姊嘛 應該是姊姊 因為八十歲了 所以他有跟他解釋 所以他說我當然知道啊 就是人家都幫你付這個飯店錢的 你來 還要這樣子 吃得夠嗎 所以就等於說這個新娘是真的很不爽 我一生的幸福 我一生就是只有這麼一次 都被你破壞光了這樣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在網路上引起很多討論 是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晚輩說話很不客氣 對 他說因為他的文章 破在這裡 破的寫很多 然後他改天改天的 都總有 他說送課的時候 還裝作沒看到 直接從我面前走過去 對 你不是很愛拍照嗎 怎麼沒來跟我合照 酸 對 對長輩這樣說 對喔 你不要打給我爸媽說三道事 因為你的吃相醜到我公婆爸媽 已經都知道了 吃相醜到 對喔 難怪你妹很幫你說話 因為你們臉皮一樣厚 白吃白煮 連另外一個姑姑都放上去 但是我說一個 這個阿姑收養不錯 這個阿姑說 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 我會把飯店的錢付給你 也請你尊重我 把貼文收回 到此為止 謝謝你 祝你有個美滿的生活 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晚輩 還沒辦法說 這晚輩說 你要人家尊重 你有先尊重別人嗎 因為你的這些言行舉止 讓我家沒面子 你以為付了飯店錢 就可以當作這些事 都沒發生嗎 要給他付給九千五 還沒辦法 你知道我們用心 準備了心意 被這樣糟蹋難過多久嗎 生氣多久嗎 你可以當作沒有這回事發生嗎 但我做不到 我一輩子就這麼一次的回憶 全被你毀了 我是鼓勵你再解第二次 這樣回憶還會一開始重建 阿姑讓他講到這樣 阿姑依然很有風度 阿姑說 那請問我要怎麼做 你才能原諒 謝謝你 我本來是很高興參加你的喜宴的 也不知道讓你這麼沒面子 對不起 阿姑跟晚輩 對不起 阿姑又說 請你給我帳號 我存進去 謝謝你喔 這阿姑 祖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阿姑真的含用很好 含養很好 不過現在的年輕人 你在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要鼓勵你怎麼 我如果阿姑 我感覺 我會用倒爽的 人家說 到架口會倒閃 用倒閃 你怎麼閃 真不好意思 這回這個我幫你 怎麼你說的話 不然我再鼓勵你再加一遍 兩座我再報你 對 兩座我再報你 你怎麼可以拿刀殺人 拿我的刀 沒關係 這隻都 我們做一次殺去 會殺得比較光 應該就會這樣子 我也不會 因為在公開場合 尤其是老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外出都不會太刀回來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說 像年輕人 那樣 如果不注意 中間這樣等一支刀出去 我們都會用那個叫什麼 棉刀 他有 那個棉刀 那個棉刀就是怎麼樣 你看不是一支刀 但是他殺人不在意 我覺得是應該 阿姑應該是含用很好 對 對 而且他用的詞句 那個字句 很委婉 而且他後面還會加語助詞 喔 阿媽 這樣子讓他語 那個語調感覺比較柔 比較柔軟 像這樣 阿姑在騙孩子 對你講話 輕聲細語的感覺 真的 對啊 很溫柔 不會吧